2024总统大选后 国民党的权力生态转变 现在传出下届总统大选呼声最高的台中市长卢秀燕 确定不会投入党主席的选举 对此卢秀燕始终没有表态 不过有栏尾认为 选总统不一定要亲自欲诈亲征 如果准备得宜 也可以保持战术弹性 提前先让竞选团队跟党中央磨合 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权力结构转变 下届总统呼声最高的当属目前台中市长卢秀燕 不过2025年蓝营党主席选举即将到来 有平面报道传出 卢市长确定不会投入党主席选举 选不选知情人士坦言 卢市长从未表态 不过要选总统前2026九合一百里侯这一关要先过 卢市长能否顺利把台中交棒给蓝营自家人 党内基层都在看 过去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多出自选票版图蓝大于绿的北台湾 卢秀燕在台中市经营许久 再加上这一次辅选立委有功 有栏尾认为卢市长基层实力强 无论是否要进军党中央 都可以保持开放态度 这不是一定要居家清真的模式 我认为是不一定的 那很多人担心会不会说不同体系 会不会有双头马车的问题 我认为只要你做足准备 提早沟通 提早磨合 大家好配合的时候 我认为不会有双头马车的问题 2024刚结束 2026百里侯甚至2028布局 已经开始暖身 卢秀燕身段柔软 对党务系统 地方派系更是广结善缘 不过是否投入党魁选举 他的一举一动 都牵动着蓝营的权力生态 介绍了刘成为台北采访报导